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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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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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階段有三位老師一起互動 第一位就是我們主講人郭弘毅老師 再來就是佛古通經說法聖廟的于舒韋老師 語談人是具有法官專業背景 邏輯思辨能力超強的陳介元老師 好 我們三位老師分別屬於科技界 學術界以及法律界 我們很難得將他們安排在一起 讓我們熱烈的掌聲歡迎三位老師 謝謝 很高興來到南洋平原 看到諸位朋友 剛剛我們聽到郭老師呢 非常精闢的闡述 還有剖析這個 《玄奘文化千年錄》的這個七集影片當中的第一集 那我們現在是座談的時間 就是說大家有什麼疑問可以提出來 我想在大家提疑問之前 我想就我個人看過影集 還有聽剛剛郭老師的這個說明之後呢 有一個想法 我想在座可能也有朋友有同樣的疑問 就是我們從歷史上來看啊 在公元七世紀的時候呢 其實當時印度的佛教呢 其實已經算是沒落了 就是佛教信奉佛教的人其實不多 那我們從這個傳記裡面啊 就像這個慈恩傳 裡面所記載的 當時玄奘大師到西域的時候呢 其實一路上遇到許多 對這個大聖法提出質疑的 這些的法師跟居士 也就是說當時在印度 就現在的印度 就是當時的這個天主呢 大聖佛法其實是 佛法本身是已經衰末 那大聖佛法呢 更是已經是受到小正法的這個打壓 那另外呢 我們從這個影片裡面也看到了 就是剛剛郭老師也提到 其實在當時 玄奘大師本身的正量呢 也非常高 名義上呢說是去這個求學 但是其實呢 就如剛剛這個郭老師所說呢 其實是且學且教啦 就等於說透過交流啊 把一些當時的一些觀念也交給大家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客觀的環境之下 為什麼當時 玄奘大師他還要去 印度去求取這個大聖經 這個是我比較 覺得比較 有興趣的一個問題 是不是想請兩位老師 來為我解惑一下 老師你客氣 好 這邊的話 就我提出一些想法 提供作為參考 就是說大師雖然正量很高 但是在中國的時候已經 沒有人呢 有這樣的正量底下 那時候頂多呢 是禪宗呢 可能還有可以呢 有一些理解 但是大師對於法義的這個解分別義 這個功夫啊 這個功力啊 這個智慧正量 真的是很難以相比 可是你只有這樣的正量沒有經論 你還是呢 沒有辦法來支撐你的說法 就是說你用你的正量來說 也要人家來相信 所以呢 一定要有一個經典 有個校正來證明 不能只是說一切都是自信的限量 然後這樣的話來服人是很難 另外呢 大師也從來沒有自覺說 他呢 當時候走到印度 一定沒有人可以呢 正量超越他 實際上是他後來這個歷程中 他會慢慢發現 原來大家 對於實相性的理解 還欠缺 這已經證明印度那時候當初 確實是沒落了 然後 可是我們後來還是看到聖君居士 他是一個在家人 可是他能夠演說呢 相當殊勝的佛法 所以他還算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 甚至呢 大師雖然智慧還是比他 還是比聖君居士高 客觀上來說 但是呢 在一些經論上 尤其一些論點 實際上是聽聖君居士的解釋 甚至我們可以說呢 大師對於余傑思義論的一些解釋 也有從聖君居士來聽的 不完全是戒弦 所以你就知道說呢 山還有一山高 如果聖君居士沒有一定的正量 也不用學兩年 所以這種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大師都是永遠是很堅訓 不堅訓的不叫大師 這樣 所以呢 玄奘大師就還是呢 會取完經論 會一直求訓 這就是他本來的心性 而且呢 在這種過程中 可以呢 讓佛法一直往前 他也勢必要這樣做 讓呢 中國人可以知道 從他的眼中來看到呢 這外面的一切世界 就可以知道佛法的全貌 這樣呢 你就可以把完整把佛法從印度西域等等 帶到中國 以後你就可以說 你的整個佛法是相當相當的完整性 而不用再去疑慮說 是不是將來呢 還出現了第幾種看法 第九世 第十世 然後來推翻呢 你正的心不是真的 甚至想要來詆毀說 你禪宗聖的不對 我們教理上不支持 不會 所以這些凱定呢 八世啊 總總 這都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說 大師呢 一定要確定所有的 沒有人可以質疑的情況下 那就勢必呢 一定要去 印度 然後取經 並且回復自己的身為正量 在我們上一次的講座當中 有講到整個佛法的內容 也就是世尊再世講的 我們可以把它劃分為五十三教 那麼中國很幸運 在公元前 在公元前後 差不多就是公元初的時候 佛法開始大規模的 以安士高做一個分界點進入中國 那麼最早進入中國的 有最淺顯的二聖佛法 也有最深的法華經 華言經 仁言經 都同時進到中國來 那麼不同的西域的人 印度的這個大師 跑來中國翻譯出這些經典 用各自不同中派的觀點來翻譯 所以我們會看到常常是一個經典 它有好幾個譯本 光是法華經就有四五個譯本 那麼然後呢 到了玄奘法師之前 就如同剛才郭老師所說的 其實該有的經論 五十三教的經論都來了 其實華言經已經譯出來了 然後呢 十七帝論也就是余潔師帝論 在玄奘法師之前也已經譯出來了 那為什麼玄奘法師說 我要到印度去看余潔師帝論 就是因為每個人翻譯 如同剛才郭老師有說 你自己的程度到哪裡 你所譯出來的經典很抱歉 就只能到那裡 甚至會因為你自己錯誤的見解 而把經典給譯錯 所以玄奘法師他面臨的問題 不是沒有經典 而是經典太亂 亂得不得了 然後呢 所以他必須要去 我們用整個佛教史來看 整個佛教史到玄奘的時候 以玄奘作為一個 我們講修止符也好 他到這邊叫做凱定 教育基金會很喜歡用凱定這兩個字 意思是說 紛亂的局面到玄奘為止 所以玄奘法師他不只是易經 他自始至終都很清楚知道他要做什麼 他不但要把最正確的東西翻譯過來 而且呢 要把過去不正確的東西把它給排除掉 到他為止以後不要再有這麼多的爭論 那麼玄奘法師這樣子做更重要的是 他開啟了後面禪宗的洪傳 也就是說呢 如果玄奘大師沒有做這樣的一個凱定的話 後面的禪宗洪揚不起來 其實禪宗的年代五祖四祖都已經在了 可是為什麼禪宗一直弘揚不起來 因為公說公有禮婆說婆有禮 禪宗又說你是教外別傳 天知道你是不是外道邪教 所以必須要有禪宗大師把整個佛教 做一個真正的整理 五十三教 很抱歉的是主張五十三教的天台中 智哲大師一開始的時候他自己也弄錯了 他把二傳法輪縮為究竟 把三傳法輪縮為不究竟 那麼也就是 藏大師他的任務是成先與起後 他是一個樞紐 就像剛才郭老師所說的 如果藏大師那一事沒有辦法做完 他下一次還得做 這個樞紐得由他來打開 打開之後後面的禪宗 才會成為中國佛教的中門正義 也就是不管你是學哪一宗的 你最終都要回歸到禪門的明心見性 因為這是一切佛法的根本 可是當然我們在講的時候好像一片光明 一切非常好 但實際上這件事很不容易 實際上裡面也充滿了一個一個荊棘 舉個例子給各位聽 藏大師生前在的時候 長安有另外一位大師與藏大師齊名 叫做法聰 那麼現在我們再去看 說法聰開啟了後來這個禪宗的這個洪傳 但是法聰他沒有辦法理解藏大師 藏大師有做一些規定 有一些舊義的經典不要再講 不要再傳 以我心意的為主 那麼可是法聰不能理解 那麼所以就跟藏大師起了爭執 那麼應該說他不滿意 藏大師這種做法 於是他就直接告訴藏師說 你自己是依照舊傳的經典而出家的 現在你說舊傳經典有所錯誤 要依新經典那請你還俗 你還俗以後再來跟我講這些話 各位可以知道對於一個久出家的人 你叫他還俗這個是大概沒有比這件事情 更嚴重的侮辱了 即使在當時與藏大師齊名的法聰 還宣稱他是後來禪宗的弘揚人 也是如此 就算在門牆內 各位如果讀過藏大師傳就會曉得 藏大師一開始要翻譯 就找了三四十個當時最有名的人 其中一個人叫做林論 就是這個在長安城非常有名的大師 之前修這個波舟三昧什麼的 結果呢林論跟著藏大師 然後他擔任好幾部的經的正義 正義就是說證明這個義裡有沒有問題 程度不錯了吧 結果後來他直接在藏大師走了以後 他就講藏大師翻譯的新的餘潔論有問題 所以有十四個地方錯 而且都是在關鍵之處 他還提出了他所謂的十四門義 來批評藏大師 你翻譯的根本就錯了 那這還是藏大師眼前圍牆裡面的人物 那麼所以這一件事情其實不容易 但再多的不容易 這些事情都阻擋不了 藏大師做他該做的事情 所以藏大師要去印度 它是要呈先啟後 它不只是翻譯或者說某一件事情那麼簡單 這個語談還有一個責任就是要去幫兩位講者做一點結論 但是兩位講者講得有點高深 但是我試著來做一下結論 我想就是問題的源頭還是一樣 就是當時佛法在當時的這個中國 也就是這個水堂 當時是水堂 是蠻多問題的 所以讓學員就無所赐從 那要到印度去取回這些經論 就是希望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讓佛法在未來的這個中國 能夠非常平順的能夠往正向去發展 這個是我解讀兩位老師的這個所說的 那麼第二點就是說 雖然當時印度可能佛法已經是屬於衰退衰滅 那大聖法也遭到小聖法的這個打壓 但是呢正如同我們在第一集 曾經提出這樣的一個說明 就是說我們從這個玄上大師他西行的 所取的這個陸陸西行 還有沿途一路到每一個國家每個城市呢 都會去拜訪當地的這些的學佛人 不管他是大聖小聖 然後會跟他去做這個交流 那就是說要解決當時在中國 這麼多的佛法上的問題 有一個很重要就是佛法當時是怎麼來 那現在要溯源回去 溯源回去呢 還得要沿途做這個田野調查 要所謂的這個理師求諸也 要做田野調查 為什麼到佛法傳到中國會產生那麼多的混亂 這個中間有沒有就是這個語音跟這個解釋上面的問題 我個人的這個理解就是說 其實為什麼玄上大師他要選擇這樣的一條路 而不走比較容易的這個海路 目的在此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剛剛兩位老師也提到了 就是求取大聖 那郭老師也說佛法是整體的 我們看這個玄上大師他取回來的經論裡面 他雖然說目的是要求取大聖經論 可是求取回來的也有不少小聖的經論 甚至翻譯出來也翻譯了小聖的經論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其實很簡單 佛法本來就是一體的 所謂唯一佛聖 即使是小聖的聲聞原訣 也是從大聖衍生出來 基本的核心是不相違背的 那從這樣去理解這個問題 我想就比較容易去理解它 我不曉得我這樣解釋有沒有 讓大家比較了解兩位老師的意思 不過我得先問問兩位老師 我講的對還是不對 好 好像我們現場朋友的問題已經提出來了 那我們就來幫忙問一下現場朋友們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提到的就是說 佛法是發源於印度 那麼當時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 並且其實是更古老於中國 那佛法傳到中國之後 就傳到中土之後 那印度的佛法好像就走向就衰亡就滅了 不曉得兩位老師對這樣一個歷史事實的發展 怎麼去解讀它 我們這邊提供一些想法 因為大聖佛法它需要立足一個 也是要民眾有倫理的一個基礎 如果沒有這個基礎的話是比較為難 後來印度彈催就是性愛方式的一個流行 是在民間的普遍的一些行為 那時候他們民間也會覺得這很自然 那因此就慢慢擴展到寺院裡面 理論上這是很難思議的 不過畢竟是造成的 但在中國比較有辦法防堵 就是因為中國有一個人文思想 就是魯家思想 然後倡導這些倫理 就是誰跟誰之間要怎麼樣處理接待等等 這些待人接物等等 那這些五輪的方式以及提倡這些道德方式 這個使得民眾有個普遍的基礎 後來跟佛法的因果又可以銜接很好 因為以前也不太清楚 到底說你們說因果是怎麼樣 只知道說應該有善有惡 那會有果報 那等到佛法來 大概就豁然開朗 等於是說佛法是對於華夏民主是一個敲門磚 讓他一次就走進了生命的實相 以及生命的解脫這樣的範疇 不至於在於迷惘的 尤其中國知識分子 對於佛法是相當榮厚的興趣 這是因為中國傳統思想 鮮明思想就有天下為公 民包物語的情懷 就是說你當一個知識分子 你必須要怎麼樣 事不可以不弘義 任眾而道遠 就是說這樣的話 當然這樣的歷史責任 這樣的眼光 這樣以天下為公為職智等等 就會變成說觸動說 到底這個佛法在說什麼 然後也包括明包物語的情懷 是可以讓菩薩繼續 菩薩性發起 所以有人就會想要去學 然後也包括說生命的苦難 就會導致於說 大家想我最後死會去哪裡 以前的人不清楚 其實世界各地的人差不多也都不清楚 有時候我就做鬼啊 或是怎樣啊 或是怎樣 或是遊婚野鬼或是什麼 然後死會不會再做人 不清楚 對輪迴的觀念是很模糊的 等到佛法進來以後 這些都改觀 一下子掀開以前 儒家不能碰 不能講的事情 所以可以跟儒家共存 因為這個民主有個特色 就是可以容納其他不同樣的思想 甚至更前進一步的智慧的教化 然後會以會自己抉擇說 三聖裡面的法應該是哪一個最符合中國人 實際上在中國的思想裡面 就是一切的 這樣大家都是類似兄弟姐妹 然後大家都是平等 也就是說以天下為公這樣的高度來看 就會覺得說大家都會被射受進來 尤其另外一方面是生命的苦難是很多的 所以很多人都想要一個安樂的淨土 這種情況下大聖淨土思想也非常蓬勃 因為它是可以實證的 它不是一個想法 一個思維想像的一個 那因此大聖含有 可以在這世間努力的 也可以到一個清淨的佛土努力 這個都可以被 從以前儒家的一個思想 到了佛法都是變成一個實踐 都可以有一個方法 一個次第去達成 這個中國人就會去實踐它 所以這在對於解脫者 尤其印度等於是屬於非常治療解脫者來說 他會覺得這樣很辛苦 一輩子要決定的事情 一輩子可以處理的事情 為什麼你要花三大阿珍奇以來處理 所以他們對這是有疑慮 但是中國人可以接受 中國人就覺得說 我願意成活 我希望成活 我希望成活這麼久也沒有關係 然後我繼續護持很辛苦也沒有關係 就是說總是會有這樣的心智的 這樣的學人出現 所以我們這樣來看中國的歷史 就會說 說能夠用這樣的心來契入天下的生命 所以當然他的菩薩性是夠 所以說中國大盛氣象就在這裡 可是這看印度的是不太一樣的 如果今天我們去印度 你跟他說佛教在你們印度已經滅了 他會跟你講 No 我不承認 實際上在疫情發生之前 就2019年1月 我跟我同修在印度 我們常常去了好幾次印度 然後你在印度的這個酒館 或者是餐館 酒館不好 餐館 然後呢跟人家說 I'm a Buddhist I'm a Buddhist 我是佛教徒 他會告訴你 Oh me too Oh brother brother 抱抱抱抱抱 Brother 你去問每一個印度人 他都會告訴你 我是佛教徒 可是他們的佛教徒是什麼佛教徒呢 他會告訴你 所謂的Buddha是Visnu 也就是匹斯奴大神的第九尊化身 所以呢 在佛教的歷史上 我們會說佛教有多麼多麼的興盛 但實際上如果就世界宗教史來看 佛教徒在印度 從來沒有居於多數的局面 從釋迦牟尼佛之後就沒有 所以各位在佛經裡面會發現 到處看到的都是什麼 犯智 對不對 遇到犯智某某 犯智某某 那麼的確 當釋迦牟尼佛出世以後 這些六師外道以及原始的婆羅門教 他們是沒有辦法跟正法相比 但印度教他們變形變得非常的快 在宗教史上面 在公元四世紀的時候 其實印度教就已經拿回了印度宗教的主導權 所以當玄奘法師七世紀到印度去的時候 他自己就寫這個都是印度教徒居多 那麼也就是在印度所謂的佛教 他可以說一部分的精神被保存 或者說被印度教收編去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應該回來看看中國 我們說佛教有三聖 但實際上廣義的佛教是五聖 沒有前面的人聖跟天聖的滿足 後面的三聖是不可能有成就的 所以叫五聖佛法 而在中國的歷史上 剛好就幫佛教開創了前面兩聖 所以各位知道 當佛教進入中國之後的閣義佛教 他跟著這個老莊這個資學 大概混了足足的一兩百年之久 然後讓中國人慢慢的接納了他 然後一點一滴的完成了 像前面郭老師所說的 中國人本來就有人聖跟天聖的基礎 然後再補足才能夠正進入後三聖 特別是大聖的這個滿足 所以當初達摩祖師 他就是站在印度看到 中國震旦有大聖氣象 所以他必須要來中國 那實際上這一件事情 玄奘法師自己也說過 在鳩摩羅王 也就是這個卡瑪魯帕的這個國王 請這個中國的使者回去 請玄奘法師翻譯老子 那卡瑪魯帕這個國家 實際上是南斯陸 印度端的起點 所以鳩摩羅王 其實他比劍日王還了解中國 那他要求說你們唐朝把這個老子翻譯給我 於是當時政府就把這件事情交給玄奘來翻 玄奘其實並不是那麼願意的 他有講得很清楚 他說當佛法出世以後 佛法就是最微妙最深的道理 老子也很好 但是他講的只是個人的事情 而且講的比如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這個可以 但是如果講到老子的末梢 什麼什麼修煉成經 那這個是卑劣之學 所以他並沒有 也就是說在玄奘法師 他的觀念裡 他很清楚自己知道要做什麼 三聖佛法 五聖佛法裡面 法柱法位 什麼樣的學問 該在什麼樣的位階 如果你要我翻老子 是說做一個世間的二聖的這個 做前二聖人天聖的學問可以 但是如果你說老子是一個解脫之道 玄奘法師是完全不承認的 那麼也就是說 在中國有這樣子完整的大聖氣象 它是源自於人民能夠對於五聖之學 特別是前面 人天二聖之學的明白理解 今天你如果問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人都會告訴你 我同意啊 老莊說得很好 可是他跟佛法成佛解脫是不一樣的 就衝著這一點 所以呢 中國它就會是接著印度 繼續發展大聖了益政法的地方 未來也是 謝謝兩位老師 我想就是 我只用一句話 就是說 來解讀兩位老師就是 震誕有大聖氣象 但是呢 這句話之外呢 我要解釋一下 震誕有大聖氣象呢 說這句話的是達摩祖師 那他是在南北朝那時候來到中國 可是他所說的震誕有大聖氣象呢 他不是指南北朝 而是指在震誕這些華夏民族 也就是說人 人的心性 因此你不能夠說 當時是南北朝 然後再來是隋唐 然後五代十國 又宋元明清 如果是指那個南北朝 那後來的這個大聖氣象還在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 很多人會有糾結啦 糾結說 就為什麼老師要講說 中國有大聖氣象 這人啊 這人有大聖氣象 不是那個朝代 不是那個政府 接下來這個問題 我覺得可能剛剛很仔細的聽了 郭老師的這個闡述 他問到說 我們現在去想一想 這個中國有大聖氣象啊 然後玄奘大師的正量這麼高啊 並且當時中國在這個宋朝 唐宋有這個禪宗這麼樣的新盛廣傳 可是對比現在的華人地區的這個現況呢 那這個朋友他問到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是不是正在經歷大聖佛法失落的階段 那將來有沒有可能在振興這個禪法廣傳的這個聖事呢 那請兩位老師來為我們解說 這大致上就是在 剛才演講的時候提到說 因為要有一個斷層就代表說 除非沒有一個聖者再來 但這事情不可能 而且目前實際上已經 能夠呢 消滅掉這個問題 實際上聖者是呢 在這適當的時機就出現 然後呢 正覺教育已經因為正覺的同修肺 然後透過這樣的聖者提息 然後一直往前走 所以只要二三十年的時光呢 就能讓佛法呢 振興到一個驚人的地步 所以這呢 都有呢 實際上可以證明 然後我們展望來呢 只要呢 有呢 世界各地 不論是哪個地方 只要他有像 於阿如說的 這仁天的一個聖的一個基礎 那地方有明豐 明豐淳樸 然後呢 有呢 自覺一直要往前走 即使是他偏於小聖 也可以讓呢 小聖呢在那裡發揚 所以只要有正確的這個佛法的教育 傳播到這個地方 實際上一切都是可能的 讓這些呢 宗教或是呢 世界的哲理都沒有關係 讓他都可以來呢 在同一個平台上做個辯證 那佛法呢 他就像是呢 整個出竅一樣 他是沒有辦法遮止的 佛法的智慧光明 不是中國人特別聰明 然後才說這個佛法在中國大盛氣象 不是 從來不是 是佛法本身的智慧無法辯駁 你任何人都沒有辦法以你的個人修正 來說你超越了如來 超越諸佛菩薩 不可能 那所以我們說 到底生命思想的一個極致 是不是去實踐它 而不是變成一個空口的 空縮的一個什麼 所以有慘重 就是說佛法不是空洞的 然後我們從這樣裡也可以推舊 未來呢 總會呢 世世代代一個地方 每個地方都會慢慢去推動 至少眼下呢 還有數百年 數千年 甚至說至少還有九千年 所以呢 還是呢 是一個樂觀可期待的一個世界 上大師去印度取經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他自己有說 雙靈一位之子 分為當限二常 也就是說 明明佛這個世尊傳下來的是 只有一個宗旨的一佛聖 怎麼現在會被分裂成 這個當限 這個兩 被分裂成兩邊呢 所以 只要有世尊的義子 也就是世尊的一佛聖存在 法就一定可以興盛 實際上那麼正爵教育基金會 各位現在正在做這件事情 在座的各位也正在參與這樣的一件大事 不過 這件事情並不容易 剛才 這位觀眾說到 以前好像很興盛 好像一切都很美好 不然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大家都知道禪宗二主 他的手臂是怎麼斷的 喔 我為了要求法 對不對 把手砍斷 各位在讀這個故事的時候 沒有覺得有點奇怪嗎 達摩祖師是出家人 他會希望人家砍手嗎 這是違背申戒的喔 這是怎麼回事 好 少林寺自己有另外的記載 其實慧可的手 另外一份記載 他不是為了求法砍掉的 他是後來呢 因為達摩祖師 即使達摩祖師在世的時候 他也好幾次被人家下毒 這些各位可以去找紀錄很清楚 好幾次下毒 然後呢 慧可 因為他從傳的東西 跟當時在講波羅學 在講涅槃學的人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的手是被人家誣告官府 然後把他的手砍掉 當時手被砍掉的還不只他一位 還有另外一位林法師 林法師手比較晚砍掉 當時跟慧可住在一起 半夜手砍掉以後哀嚎 因為當時的 就像剛才陳老師講的 那個時候的刑罰是肉刑 直接剁手 然後林法師半夜就在那邊哀嚎 結果慧可就叫他不要再喊了 我們是為了法 所以不應當為這個疼痛而悲傷 我們應該繼續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那麼像這樣的 所以並不是說 古代就非常的光明燦爛 現在就分長的黑暗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現在反而比較光明 至少不會看我們的手 對 所以呢我跟郭老師我們的想法 我們相信陳老師也是一樣 相信在座各位也是一樣 那這個雙齡一味之子 一定是在現代 在未來是越來越發的燦爛與光明 我們主辦單位一直跟我提示說 我們剩下不到四分鐘 那麼我這個問題 我完全贊成兩位老師的解說 我想已經很清楚 我就不用再總結 那只問一個問題就是 兩位老師對於我們玄奘文化千年錄這個推波 那希望他能夠達到讓佛法有什麼樣未來的展望 那個郭老師 就是說對於這個世界上的人來說 其實只要夠久你就會產生很多疑惑 比如說人們會想說外星人是誰 有沒有外星人 那誰會不會被外星人抓去 我在路上會不會被外星人抓 或是怎麼樣怎麼樣 那到底他們怎麼來 人們對於一些不能理解的事情總是好奇的 也包括說西方文明他們提出很多 像無意識 他們說沒有意識 或者說他叫淺意識 因為他知道有一個新的體性 他不清楚到底至少一個新的體性 和人類所以為的意識性的體性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這些的追尋是不可能停止的 很多很鐵齒說他從來不相信什麼 可是年紀大都會相信 所以呢 除非是等到科學有一天 他將佛法的一切事情都轉為科學 這種科技的方面解釋 那時候人們就會很自大 就覺得說你佛法說的一點意義都沒有 不過我相信那個時候還不會很快到來 所以在這個幾千年的時光裡面 佛法透過一些 這樣內部自己尊師眾道 然後消減慢性 彼此合靜 這樣的話一定可以讓佛法的支撐 得到一個很永固的基礎 這樣就可以讓這個 以這個基礎繼續發揚 讓世界各地的地方也可以得到佛法的溫心 讓許多的解脫者即使他沒有相信大聖福 他也可以得到生命解脫 或是說他也可以求許淨土往生等等 這一樣在生命的旅途上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其實整個政決教育基金會在做的事情 也可以只用一句話來形容 就是讓佛法回歸釋迦牟尼佛 所原本傳授的整體性佛法 也就是回歸釋迦文佛本懷 謝謝兩位老師 那麼我們總過一句呢 就是希望大家仔細的 好好的去看我們七集的 《玄奘文化千人錄》的影集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三位老師精彩的分享 我們的做談會時間已經超過時間了 今天非常感謝各位朋友的參與 我們這個活動包括今天的講座 都會上傳到YouTube平台 如果您對我們的活動有興趣的話 可以分享給您的親朋好友 按下一個字幕 李宗盛 請問大家 我們請問大家 我們請問大家